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有请Mr.Right 同为我们匹配出前30位女生 掌声欢迎这30位姑娘登场 好 姑娘们辛苦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段丽明先生 好 找到心仪的那位姑娘了吗 嗯 找到了 眼光不错啊 你喜欢比较拔气的女人是不是 我没觉得她很拔气啊 就是说你更巧 你根本就不在乎这种 是不是 是的 嗯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理论上最匹配的那位姑娘她是谁 和男嘉宾最匹配的是 18号 蔡阳 来自世纪佳园交流网站 和段丽明的匹配总分77分 外形60 兴趣86 个性82 价值观是74 我想跟男嘉宾说几句话 因为我估计一会儿 这个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就是一个人的身高根本不是问题 如果一会儿有人说些什么 你不要介意 我本来是想献一下身高的 对女生献一下身高 最后没有假 实际上不是嫌弃人家不高 而是只要太高的 我就不要选择了 是的 免得为难人家 蔡阳同学略等于1米6的 四舍五入 这多好的身高 我们的身高正合适 来 站一起给我看一下 赶紧回来 哎呀 哎 你看这个画面 如果背景是红色的话 试试 哎呀 合适 我觉得合适 接下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她好像都来了一年了 这个你觉得她该走了是吧 不是 好多女嘉宾都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都走了 哦 她是属于凤毛麟角为数不多的 可能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对我们可能有一些质疑 就是我不知道我别人怎么说 也别人怎么看 我没那么脆弱 我就要站在这里 我就要找真爱 好 请给我支持你啊 来 三十位姑娘 接下来我们对段李明先生 看一看你们第一眼的印象 好不好 喜欢的留灯 不喜欢的 请别灯 来 9号海依莎 我虽然长得不算是高吧 1米6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 比我高至少至少5厘米的男人 对 你嫌弃她矮呗 对 原来你们西非也讲究外貌协会 是吧 所有女孩子特别喜欢 就是要就是在旁边一个 很高的男的男朋友啊 就是不要特别矮 你自己也没办法穿高跟鞋的那种 男生也一般都喜欢找一个 比自己低的女生 对 要去聊天我了 好 这5号王安琪 你这身高你还嫌弃人家 男嘉宾 你好 刚才你有说三不要当中 不想要腿粗的 我腿非常细 给你看一下 好 但是呢 有一天我要是跟你在一块 时间长了 万一我有一天要变成了 一个小胖妹呀 或者大妈型的身材 你还会特别喜欢我吗 早的时候我会选择五官端正 形象好一点 她只要年轻漂亮的时候 对我好 那么有一天她老了之后 我也会对她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 佟大为在里面演的角色 就是那种愤青 对女生要求特别多的 但是她最后 就找了一个胖胖的女生结婚了 所以过日子就得找过日子的 而不是去看你的腿形 看你长得有多漂亮 居尾的男人 只会在乎女生的外貌 容貌 真正的男人 才会在乎女生的内心 佟大为 你看看她生活当中 找的是胖胖的吗 没有 所以电影都是骗人的 骗你这种小女生的 所以我很天真 我还是比较相信电影的情景 你好天真哪 女嘉宾 你好 首先我觉得我腰粗腿短 大配圆脸 所以我配不上你 我就把灯灭了 再一个 希望你们尊重一下 我们女嘉宾的生活 什么叫家庭 复合目的不要 我就是单亲家庭 我家庭就非常不合目 所以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就把灯灭了 你解释一下 你说不合目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 我希望就是说以后 子女能孝敬父母 那么合目 那你说我们不孝顺吗 因为我们相对比 完整家庭的 我们有四位老人要抚养 所以更需要一个孝顺 有责任心的 还有一个 如果您要求腿长腰细的 希望您也够长好吗 女选 这样的呛的就不好 就不好玩了 她没有那个意思 她也不至于去瞧不起 说什么单亲家庭这些东西 她希望家庭里头 子女们能够孝顺 别老对抗似的 她没有那个意思 OK 讲话确实是门艺术 有的时候说不好 就会得罪人 来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她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这个环节 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我是一名大学生春观 2010年大学毕业 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层层选拔 最终被正式录用 我的职务是村长助理 负责村上的资料归档 文件整理 还有是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 大学生春观是一个新生事物 很锻炼人 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并且以后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习中长的工作 都讲经三年了 但是在这三年了 她的工作当中 是积极坑干 善于学习 善于转面 可以表录的也起了 是他们两家村的 满城运势问题 以前他们村上 融合了 烧车的水 是被烫 口感也不好 也不畏性 所以她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同时职业想办法 从上面走出自己 离乡去年的流浪界 在那里 船村里面 吃上这个 满城方形的自来自 我觉得小城市 有小城市的优势 没有那么多的雾霾天气 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尾气 吃饭也不用担心 遇到地沟游 以后有了孩子 在这种生长环境下多好 我喜欢旅游 喜欢爬山 喜欢玩玩期货 喜欢那种上跳下跳的感觉 我希望找一位 气质优雅 无关端正的女生 我不喜欢那种 穿着奇装异服 头发颜色整天 换来换去的女生 想享受前面班的生活吗 我是大学生春观 段丽敏 我们约会吧 欢迎各位来自 第3月天文网站的男嘉宾 现在能够继续地去 响应国家的号召 大学生来到农村去 在最基层的地方 为民众服务的人 确实都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所以总书记 习总说的实干星光 乌患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 优秀的大学生 能够踏踏实实地 为自己脚下的这一片热土 去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像我们段村长助力这样 掌声送给他 好不好 来 18号 蔡阳 男嘉宾愿意放弃城市里 优厚的物质条件 选择加根农村服务人民 特别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他是一个有大爱 有奉献精神的人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就算你不高 不帅 你没钱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只看到这些 还不送掌声给人家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一个相貌协会的 但是开始您来 我没有面对您的灯 我就觉得您在眉宇之间 有一种正气 然后结果看了您的VCR以后 我现在对您非常地敬佩 像欧巴曾经说过 在这里一定要找到真爱 敬佩和爱是两回事 我是在北京天乐地做档口的 就是做服装 如果您村上的小孩 需要服装的话 所有的校服我都提供给您 好 也谢谢你 谢谢你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丈量了农村的土地 你能用自己的爱心 来帮助这片土地 你们都很可贵 男嘉宾 你好 李宾说他提供服装 我愿意跟你到那儿 一起去交小 就给小朋友出校 我一直在做义工 所以我觉得 凡事贵在坚持 然后我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 特别特别佩服您 就身高不是距离 如果真的喜欢 男嘉宾你嫌我高 我可以变矮 你可以点增高点 我可以脱高跟鞋 如果你嫌我腿粗 我还可以再细 如果缺老师的话 他会去支教 这个多好的女孩啊 好 谢谢 好 25号 申冰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所以我很了解农村 或者城镇之间 那种生活的差距 上海是一个生活 节奏非常快的一个城市 然后我就愿意去追随的 那个节奏去走 如果一旦放慢脚步下来 我觉得我会接受不了 因为我是那种 永远追在最前端的人 他已经习惯了 从农村到城市之后的 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当然了 我觉得缘分没到 缘分到了 管他快节奏慢节奏呢 我都得跟着我的男人去 对吧 虽然说你的生活中工作中 可能有很多闪光点 然后有很多值得人敬佩 尊敬的地方 但是我想说这个舞台 我们是来找男朋友 找老公的 然后我看到他VCR里面讲 他可能说需要一个气质靓丽 然后说还需要一个 能到他那里生活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 你还愿意生活在城市当中 对 而且我是个独生女 我不可能说去那么远 我们那个村 距我们县城有两千 只有两千多米 我的家在 还是在县城里面 村上有事了 我是到农村去给他们工作 如果女嘉宾跟我感情合得来 我也可以到他们那个城市里面 去生活 明白了 我觉得你的选择 现在趁着年轻 有精力把自己学的这个知识 充分地运用于这个农村 你看你把他们的自来水 这个工程改变之后 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 这就需要你这样干实事的人 然后呢 你还可以再培养一批 像你这样的优秀的村官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跟着心爱的女孩 到他喜欢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了 就像你选择农村一样 没有人可以说你 你在选择其他的 跟女孩在一起的城市 人们也没有权利去说你 这是你的自由 你的权利 来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村官有没有过往的情感经历 来 一起来看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两次 那为什么你的朋友 还说你是一张白纸 比较慢热 比较传统 你对女生还有什么传统的要求 拒绝试婚 希望双方都能对对方负责任 为什么 这样双方都好 将来我希望能有孩子 然后建立一个家庭 考问完毕 男嘉宾 你好 你的朋友说你像一张白纸一样 那你会对你的将来的另一半 有什么要求 也希望你的另一半 也像一张白纸一样吗 是的 你这个白纸可能会让他误会了 你的白纸的要求是什么 反对失婚 婚前平居吧 这什么叫反对失婚 跟白纸有啥关系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找到一个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 谈过恋爱也不要紧 谈过恋爱没有问题 你不要误会 你会介意曾经有过赏婚经历的女生吗 我想找一个还是没结婚的 比较好一点吧 还是没结婚的 因为我没结婚 每个人的感情经历都不同 你可以有你的要求 但是说不一定就是有过一些感情经历的人 或者有过婚姻的人 她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或者不是一个好的男人 谁都不想发生一些医疗之外的事情 那我想说启明哥刚才说的人就是我 当然我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我希望你在尊重你自己原子的同时 也尊重一下别人的感受 谢谢 某种意义上讲 恰恰是像你这样的女孩 那种勇敢的劲儿 更让男人找无比勇的时候 你一定要相信 有人会喜欢你这样的人 但是呢 你也得给男嘉宾这种说的权利 还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对不对 男嘉宾有自己的思想 我不反对 对 只是说我希望不要觉得 有过一段婚姻的人 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好 我没有这样理解过 谢谢 好 我非常理解男嘉宾 我觉得每个人都对对方有要求 就是大家都是想找那种想要的嘛 所以我就想看看 我是不是男嘉宾想要的 男嘉宾也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男嘉宾是那种非常斯文 非常古板的人 然后我就想生活中你也这样吗 只要遇到合适的人 我还是喜欢和他一起疯狂 你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每个人对浪漫的理解程度不一样 只要跟对的人在一起 我都觉得很浪漫 就是我挺好奇的 你们村那么大 那个村里面姑娘也挺多的 怎么没有究竟发展一个呢 我想还是看看能不能遇到 自己更心仪的女生 好 明白了 谢谢 21号就是会 你会为你喜欢的人去农村吗 会 可是你的圈子都在你大城市上海啊 你的钢琴圈 所以我要了解一下他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我平时很喜欢唱歌啊 跳舞啊 弹钢琴啊 拉二虎啊 那你喜不喜欢唱歌啊 喜欢啊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一首啊 让我看看你是什么程度的 她是教小朋友的 所以她讲话都会让你觉得有点 有的时候会吃不消 请你不要见乖啊 好 知道 好 来 谢谢 那个像在村里头有机会唱歌吗 没有 主要是在电脑上 然后大家一起开会了 然后放一下 未来会不会致力于这方面的推广 给村里头建一个卡拉OK室啊 经常搞点娱乐活动啊 我们村里头 年轻人比较少都出去了 现在党员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 如果搞这种活动 好像不太切合世界 不太切合世界 明白了 有人要送诗给你了 来 20号 文静怡 你好 你好 不是 看你没有诗意 刚刚我发现你特别喜欢音乐 但是声音小了一点 你说你的爱情宣言里边说 遇见你是我的缘 我送给你一首歌 希望你在我们约会吧的舞台上 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缘 遇上你是我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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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你是我的爱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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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爱人 就像山里悬 莲花 你这一首歌给我们唱出了多少个调 文静怡是我们这个舞台上 是除了这个猪丝会之外的 最大大咧咧的一个女孩 她认为只要是我能做得出来的 都是美的 我觉得这样的姑娘的精神状态 真的也挺好的 她不用去看那些世俗的眼光 好 来吧 段立明先生 她是响应国家号召的大学生 勤勤恳恳地去帮助这一片土地 她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能陪她一起去游山玩水的 她喜欢的女人 好 留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23号 于彬来说说灭灯的理由 男嘉宾 你好 首先我之前也说过 我对您的故事和您的事迹 非常敬佩 但是敬佩和感动不是爱情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爱情 好 谢谢 您想找一个孝顺父母的 还是就话从题吧 我希望您以后的嘉宾 包括您注意一下我们的感受 我是一个私底下 像个男孩子一样 根本就不会哭的那种 但是我们因为家庭分裂 所以导致我们会更惊奇家庭 更孝顺父母 人家没有抵触你 人家只是希望对方是一个孝顺的 你干嘛嘛 对吧 有多大的事情啊 单亲家庭 你照样也长到了快1米7了 对吧 我比这种家庭还幸福 那你吃到了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不要老把自己 非要处在一个劣势那样去想 然后人家稍微触碰一下 就觉得好像伤害了自己的利益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